记者杨国文台北报道,高等法院法官被爆料到澎湖假公差,真旅游,还可抵禁休时数。 高等法院指出,业务交流活动应不拘行是,接着是正式编列预算的活动,非纯属参观景点的形成,也不是报道所称可折抵55小时的禁休时数,往后举办此类业务交流活动将更加谨慎。 有周刊今天报道,高等法院法官团展周五六团游澎湖,除了进行业务经验交流外,也前往有时东大果野玄武延等知名景点参观,活动中居有专业生态及人文解说,这次旅游不仅公费,公假,在一天半的行程中,参加者可以登陆法官终身学习时数九小时,环境教育时数六小时,在职进休时。 数字十小时,全部行程不到三十六小时,却可抵55小时进休时数。 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金在立院被问到此事表示,司法院鼓励不同审级法院的法官交流,交流不一定要正式的, 所谓爽玩是对事情不同的观点,高院指出,不同审级间的法官业务交流,沟通法律意见和经验传承,行之有年。 这次活动也是正式编列预算,且如同以往不拘泥于在户内活动,除第一天有业务交流活动外,第二天却有参观知名地点的活动,也有专业人员解说,但被周刊说成爽玩,并不公允。 至于该报道指称可折抵55小时的进休时数,高院指出,参加的法官可登陆折抵法官终身学习时数9小时,环境教育时数6小时,绝非周刊所说可折抵多达55小时进休时数。